朱立倫還有兩年的任期 他如果要繼續做 那他要提出一個 民民黨代理選候 總要檢討 朱立倫主席他自己決定 朱立倫要不要下台 趙少康沒給肯定答案 面對黨內青壯派逼宮 甚至高喊 朱夏照上 趙少康表面沒說法 但號召改革的動作 沒停過 趙少康搶先朱立倫 以戰鬥欄名義 回應民眾黨團 國會改革的四大主張 15號晚間又再發修正版本 加碼提出四大主張 還特別提到了 戰鬥來立委 掌握主導權意味濃厚 針對趙少康先生昨天的發言 中國國民黨中央予以尊重 剛看到回應 我覺得慢了一點 我做一個黨員 我什麼時候要講話 我就講話了 你黨中央可以聽 你可以不聽 主要我們不是講給黨中央聽的 主要是講給社會聽的 選號迅速與黨中央脫鉤 想想朱立倫審寧三天 趙少康親上火線回憶媒體 休號還在臉書發長文 如果不能大刀闊斧 義無反顧改革 選票會越來越少 讓一手操盤選戰的朱立倫再腫強 趙少康不改快言快語 宣後展現戰鬥精神 恐怕也因為戰鬥來立委 在國會席次大有斬獲 成員包括了徐巧新 羅志強 葉元之等都是新科立委 再加上連任成功的 戰鬥來立委共約二十人 不過也引發聯想 未來戰鬥來立委 跟黨團主張 會不會意見分歧 還好啦 我昨天看民眾黨 所提出來這些 除了一些技術性問題之外 大方向其實沒有什麼不好啊 這個當然有助於讓他的 在國民黨內的分量 不僅僅只是一個 這任節目主持人 趙昂光趙大哥百分之就是 自我放飛嘛 在朱主席的任期結束後 您會有意願 自己人紛紛入主國會 讓趙少康發言更有底氣 朱立倫就算渴望留任到二零二五年 但若不祭出鐵腕改革 就怕黨內山頭林立 淪為薄角主席 就是朝鮮宅 這來都不得